今天是2021年8月18號 我是齊天的偉人 在快收盤之前 快速跟大家檢討一下 今天發生了什麼事情 台子已經連續跌好多天了 連續跌10天 然後籌碼呢 一直都是很空的狀態 然後呢 今天又是大月結算 那我今天的規劃原本有兩個 一個就是 可能會收最低 另外一個呢 是已經跌好多天了 可能會強彈 好我自己有這兩個劇本 然後 可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個 好那可是分別都是有原因的 分別都是有原因的 先講會強彈這一個 你知道台子這20年來 連續跌10天只有3次 就是每天都收10TDK 只有3次 然後之後呢 都會有很大成績的反彈 而且沒有跌超過10天了 對 那如果今天再跌 就破紀錄了 就是11天 那第一件事就是 你覺得 會不會破紀錄這件事嗎 如果你不看籌碼 不看任何東西 我當然是覺得 要破紀錄很困難 然後 有可能會反彈 對 所以這是第一個操作邏輯 那我們要怎樣去操作這個邏輯呢 像我自己就想 就是 如果今天啊 他 有開始漲了 然後回撤 不破底 那我就可以想辦法去操作多彈 所以其實我從 昨天晚上開始 就一直在做這件事 什麼意思呢 昨天晚上啊 一開始在這裡下殺 震盪的時候 那 我就開始在 在這個地方 買 買扣 因為 下殺嘛 然後震盪一段時間 我認為說 這裡有可能就是第一個底 結果不是 後來破了之後 不過因為我是買 就是 單純的買權 那我覺得就是 頂多就歸零 那歸零就算了 不理他 好 然後再來第二次在這邊 他就震盪一下下 蠻又破底 所以這又沒有動 然後震盪一下 這個對我來說比較弱 因為他沒有彈起來 他就在底下這樣震 然後呢 在這裡震的時候 在這裡破底 又彈起來 彈到上面這一塊 我在這個地方 就用了 這樣子 然後呢 他震一震之後拉出來了 他在這裡 然後呢 這裡我已經睡覺了 我就沒有管他 然後今天一開高的時候呢 在這邊 就用了 好 然後後來 殺破這裡的時候 這裡我就沒有動作 因為我就覺得 可能會錯 那錯了的話 可能會歸零 我今天盤中最大損印 到 -11 -12 完 然後呢 後來他站上之後 就直接就拉上來 好不過 我今天 原本的預計就是 拉到這個高處的時候 在這裡要出掉 然後可能還要反手放空 不過 因為今天盤中的損印對我來說 因為我有很多帳號 然後一個帳號的損印就已經到負十幾了 很久沒有承受就是 可能加起來要負50或60的損印 所以有點壓力 所以到達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就全部除掉 那 獲利大概六七萬塊 就一個一個帳號 然後獲利六七萬塊 其實沒有賺很多 大概賺個 十五點之類的 就一口賺十五點而已 其實 以這麼大的行情來說 這是一個 不太及格的做法 那 我自己覺得 有一部分是因為 我這筆進太早了 因為如果全部都是進在這裡 跟這邊的話 那獲利可能會多很多倍 那不過 像這種極端行情 就是 你沒有掌握住 最好的那個點的時候 本來你的獲利就會被壓縮蠻多的 尤其是 你不是做那種很短的單子 你是希望 猜對一根日K的 那這種 你又做假玩的買權 那勢必就會 就會有這些風險 不過 我覺得是還好 因為我就是用 上個禮拜的貨利 來壓這件事情 所以 就算歸零 我也不會太 會難過 可是不會太受傷 那 好 然後結果出掉之後 結果往上 就走了 更大一波行情 那 我跟你講 做假玩買權是這樣 他在這裡已經變成接近價品 在這邊變價內 價內就等於是 一扣就是一扣小台 所以 這一段行情錯過 其實是很傷的 你看 我從這裡這樣接接 然後漲這麼多點 然後呢 一個賬戶才賺六七萬塊 可是 他漲明明就比較少 這一整段 如果你抱著 可能會賺大概二十幾萬 快三十萬 對 不過沒關係 就是 總是有錯過 他沒有賠錢 沒有賠錢就好 所以 我要講第一 就是如果 我用統計的資料 認為會反彈 那我怎麼做 我並不是 在他破底 不斷的時候 一直去摸底 對 那我應該是 他真的 真的開始反彈 我才開始進場 那如果呢 你擔心擊殺的風險 像我就擔心擊殺風險 不然今天如果打 期貨多難 那 會比打 就是選擇權 價外 來得 如果有 跟我在同一個地方出的話 會划算很多啦 不過沒關係 就是當作是一個經驗 畢竟 不是什麼時候都可以碰到 二十年來 唯一三次的機會 對吧 好 那 為什麼當時也有規劃說 想要做空呢 因為你會知道說 在這裡 選擇權分析這邊 在今天之前 在今天之前 就是到昨天晚上之前 你去看那個特大的交易人 跟 就是大量金額 他是極度空方 是極度空方 那可是他其實是在 昨天殺盤之前 就昨天殺盤之前 所以我就先看 就是禮拜二 滿夜的時候 他就已經是極度偏空了 對吧 所以禮拜二 往下殺 殺得很深 夜盤要繼續往下 那為什麼 就是籌碼這麼空的狀況下 我還想摸你 那我必須講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 你看 呃 當時 這是現在 當時 這邊 全部都是獲利的 然後 這裡 也全部都是獲利 我開 我開那個 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 微股利來講 就是你看 你看 微股利 當時你看 這邊全部每一筆都是獲利的 你有發現每一筆都是獲利的 然後呢 這邊怎樣 也都是獲利的 這裡也怎樣 都是獲利的 我問你喔 你 這是什麼 這是普特嗎 然後 他已經過度膨脹了嗎 對不對 你看他那時候300 700-300是400 他價格 再來下去 他就等於是跟小台承受一樣的風險 所以籌碼看起來很空 但是價格已經拉開了 那已經拉開了 所以我問你你會做什麼事 你就想看如果你是主力 你看到你已經賺這麼多錢了 而且 原本 是有控制風險的 然後 呃 你要承受的是比小台小的風險 然後呢 是期望 可以賺到 呃 無限的獲利 但是 你已經拉到 價內了 已經變得跟小台一樣大了 你現在風險跟小台一樣多 那 利潤也跟小台一樣多 那這時候 當然會先平掉嘛 你想打你就打小台就好了嘛 所以 你看喔 這些到時候 然後 是不是會平常 那我問你 這些東西平常 就變成saveput 對吧 那他變成saveput的時候 這裡原本的saveput 是賠錢的 他可以選擇 要不要平掉嘛 啊他如果不平掉再加碼 是不是就往上拉了 對吧 所以 如果他全部都是put 那我可能覺得還會虛殺 可是他這裡有一些 就是都是價差單的部分 他獲利的出掉 然後又往上拉 他可以減少這些虧損 他可以賺更多的意思 你知道嗎 所以 用這個邏輯來想 我就覺得 欸 那這邊是 有機會往上拉的 然後我就 今天盤中就一直注意 這個東西是不是 put有退 然後 然後saveput有增加 如果有的話 我就要抱著我多段 然後再來你看喔 那他要拉到這裡讓他獲利 就讓他獲利了結之後 讓原本賠錢的變成獲利 或是賠比較少 一定要往上拉 那這裡的call一定要退 可是你看 這裡call也是獲利的狀態 你看 他賣 130幾 然後結果 這裡剩30 他賺100點 他當下馬上平常都賺錢 所以我就注意看這裡有沒有控制 而且你看喔 他這種價差單 他如果把這裡都平掉了 這是不是就變成是賺的了 對啊 所以 按照這個邏輯 然後這裡又都是賺錢 然後這裡還有一些 按照這個邏輯 你往上拉的時候 是有好處的 而且重點是已經 已經跌很多了 已經拉開一點距離了 所以呢 要再續跌 要再續跌 要嘛就是更底下 有加買put 有加seiko 可是我沒有看到嘛 我看到的是 籌碼很空是因為這些 原本已經賺錢的籌碼 賺很多錢了 他還沒有走 對 可是你沒有看到他繼續往前面攻擊 像是 拔河 氣勢很強 已經拔一段了 那你要贏怎麼辦 你最後一段要拔嗎 你要再繼續施力嗎 可是他看起來 沒有繼續施力 所以說 你看我今天 原本畫的過段就是 我認為會先彈起來 彈到哪裡 就是大概這麼高的附件 然後要殺 再殺 再看那時候他有沒有 就是 破例了結啦 然後當日的衝完 然後才回原位 可是今天看起來沒有 今天是一路往上漲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 想說 會有一波 拉抬 再殺盤 對 然後我說 可是直接開D的恐慌 也不是沒有 但是 我覺得 上面這個 比較大 過往的經驗 就是會有 現在有拉抬 那今天夜盤會不會殺 我不知道 所以 我到時候尾盤可能會不轉折空欄 然後呢 要追空我 不過一定用很少 然後呢 盡量是想要做這一段 所以我的規劃就是 你看 我想要做這一段 可是我在這裡出光了 就是他到這裡 對 不過在這裡做 C code也可以啊 然後你要 在這邊打轉的空欄也是可以啊 相對安全很多 所以今天就做到這一段 那我說這段比較難做 而且機率很小 所以我自己是不太期待 對 我原本是想說做這一段 再下來 可是做上來之後 那就發現沒有下來了 那就一路往上 那 我現在也還沒空 我就想說那就 抽麻很亂 下午再看 對 好 那大概是今天操作邏輯 就是幾個 一個就是用歷史的經驗 告訴我怎麼做 可能勝率比較高 那如果輸錢 至少你可以安慰自己 你見證破紀錄了 你見證歷史 對吧 那 按照這個邏輯再想 然後再搭配籌碼 然後去找 最有可能的劇本 是什麼 然後再來做操作 不過我自己覺得 我這波操作 還有很多檢討的空間 就跟大家分享 然後給大家參考 好今天就錄到這裡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